今天我上课的内容是法医病理学 法医病理学在法医学当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科 法医病理学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法医病理学就是应用相关医学专业知识 和有关自然科学的理论 研究亦解决与法律有关的暴力性 非暴力性 人身死亡正向 死亡原因 死亡方式 死亡性质 个人识别 智商物推断 和确定其发生发展规律 及检验鉴定的一门应用科学 法医病理学是一个应用学科 法医病理学可以讲 在法医学当中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 它要确定这个死亡 是暴力性的还是非暴力性的 而且要解决刚刚所讲的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法医病理工作者 对委托的案件 对以上每个方向 要做出自己的鉴定 并写出鉴定意见 这就是法医病理的鉴定 这就是法医病理学的概念 相关的医学知识 主要讲我们基础医学 临床各科知识 还有相关的自然科学 我们讲物理学 化学 生物学 遗传 这都属于相关的学科 都需要进行 在法医病理学建立时 需要应用到的学科 法医病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 法医病理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是尸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129条规定 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 公安机关有权决定解剖 并通知死者家属到场 就是在案件当中 或者在日常生活当中 发现死因不明的尸体 公安机关有权决定 要进行解剖 有的时候 即使家属不同意 有权决定 强行进行解剖 是这样的 并不是等于家属同意了 才进行解剖 这是一个有时要涉及到 一些刑事案件 这是需要的 在进行解剖的时候 往往请有专业的人士 来参加死体解剖 就是专门知识的人 就像我们 作为法医工作者 就是专门知识的人 进行解剖 是这样的 那法医研究的范围 有哪些呢 就是哪些尸体要进行尸体解剖 首先涉及刑事案件的尸体 或者无名尸 这个尸体跟刑事案件有关 可能它是一个暴力性死亡的尸体 可能是什么呢 可能是由集结性损伤 集结性窒息 等物理因素所导致它的死亡 这样的尸体 我们一定要进行解剖 明确它真正的死亡原因 确定它真正的死亡方式 这个需要进行解剖的 还有就是无名尸 这个无名尸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在河里捞上来的尸体 如果我们在它身体上 收到身份证 驾驶照 或者驾照 或者是学生证 它就是由无名便有名 但是在什么都收集不到的情况下 有可能无名尸 涉及到刑事案件 所以要对无名尸 也要进行解剖 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 什么呢 猝死的尸体 什么叫猝死的尸体 猝死的尸体 就是从平常来看 这个人身体貌似健康 但是他有潜在的疾病 引起突然的死亡 对这种尸体 如果怀疑有他杀 或者自杀嫌疑的 这样的尸体 我们要进行解剖 为什么呢 因为在猝死的尸体 在怀疑他杀的情况下 有可能他杀以后 谎暴为猝死 而进行 通过活葬场 火化各方面的 所以这里有他杀的可能性 所以对猝死的尸体 要进行尸体解剖 还有因工业 农业生产中 事故造成的中毒的尸体 也要进行解剖 就是我们讲工厂 化工厂 它的一些废弃 还有化工厂 有些毒气的挥发 化工厂有些毒气的泄漏 这样导致死亡的尸体 也要进行解剖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涉及到的 解剖的范围 还有农业当中 有些大量的有毒的 就是有机化肥 就是有机的农药 各个方面 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毒的东西 也要进行 进行什么呢 就是证毒以后 进行尸体解剖 再一个烈性传染病的尸体 在怀疑他有烈性传染病 像我们在SARS阶段 怀疑他有烈性传染病的尸体 我们在进行解剖以后 最像要进行解剖 解剖以后 如果发现是烈性传染病 一定在12小时内 向当地卫生管理部门 要进行报告 这是一定要进行报告的 就是可能对这个局域进行封锁 或者进行了一个限制人员的流动 所以对这种烈性传染病 像对鼠疫 像讲SARS 这样的烈性传染病 我们一定要进行隔离 而且要封锁这个地方 所以在12小时之内 向有关管理卫生管理部门 要进行什么呢 要进行通报 再有研究的范围 就是其他可涉及 法律问题的死亡的尸体 其他可涉及法律问题 死亡的尸体 像医疗纠纷 在医院治疗以后 怀疑是医疗纠纷 这样的尸体 可能要进行解剖 还有突发意外的 像飞机逝世 地震 交通事故 等等 这样的尸体 也要进行尸体解剖 所以我们法医病理 日常工作当中 接触 各式各样的尸体 都要跟法律有关的 这样的尸体 我们要进行解剖 如果自然在医院里 死亡的尸体 我们是不是 每一个都要进行解剖呢 不是的 因为在医院里死亡的尸体 它是由于疾病 伤老病死而导致的死亡 所以这个不需要 在我们这个范畴 在这一点 大家要记住 主要是涉及到 这些方面的尸体 我们要进行尸体解剖 下面我们重点介绍 法医病理学的任务 法医病理学 刚刚在我们的名词 它的概念当中 它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 下面对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进行详细的 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 确定死亡原因 我们通过尸体解剖以后 我们要确定真正的死亡原因 它是由急进性损伤 引起来的死亡 还是由疾病引起来的死亡 它是由暴力性的 暴力性导致的死亡 还是由自然性疾病导致的死亡 这是法医病理学 鉴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也是法医病理学的 很重要主要任务 所以在重点 在鉴定的过程当中 要区别它是暴力性死亡 还是非暴力性死亡 如果要是暴力性死亡 你要确定 它是哪一种暴力导致的死亡 是由于枪弹伤 导致的 还是由刀刺伤 导致的 还是由电击伤 导致的 还是由投毒 而导致的 这些暴力性死亡 我们要进行分析 哪些暴力 而导致的 非暴力性死亡 这里就刚刚所讲的 它是由于疾病引起来的 还是衰老引起的 在这里我们讲就是 要确定是暴力性死亡 还是非暴力性死亡 在确定性暴力性死亡以后 我们首先还要判断 第二个就是重要的任务 就是判断死亡方式 它的死亡方式 就是谁说它是暴力性死亡 这个死亡方式在这里 暴力性死亡 可以是别人蓄意的 施加暴力 接受他人的生命 这个就是什么 他杀 有可能是他杀 也有可能自己对自己施加暴力 接受自己的生命 这叫自杀 也有可能是怎么样呢 意外 走在马路上闯红灯 汽车突然转过来 碾压 导致颅骨粉碎性的骨折 这个是意外 也有可能是什么呢 飞机失事 对不对 也有可能地震 也有可能锅炉爆炸 在工作过程当中 锅炉爆炸 这些都属于什么呢 意外 但这些在死亡方式当中 这些都属于暴力性死亡以后 他又分为 自杀 他杀 还有意外 所以判断死亡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判断死亡方式 一旦我们判断错的话 往往会形成冤假错案 明明是自杀 我们判断为他杀 是不是 我们就是出了一个冤假的案子 也有可能是他杀 我们判断了自杀 这样犯罪嫌疑人怎么样呢 就逃走了 对犯罪嫌疑人没有归纳到案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讲呢 死亡方式在我们法医病理学任务来讲 重要不重要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法医病理学 下面我们看看 这是一张幻灯片 这个呢 是一个死者 他呢 看了这个以后 我们学过法医的人可能知道 这个人是从河里 打捞上来的一具尸体 那我们看到他口鼻当中 有很多的俊样泡沫 这个俊样泡沫 说明什么呢 这个俊样泡沫 说明这个人是生前入水 他生前入水以后 他在水里呼吸 寒冷的水温刺激他 封闭很多的粘液 然后再呼吸 导致了些泡沫样的东西 从口鼻腔出来 这个尸体 我们看到这样的尸体捞上来 我们只能讲 他是生前入水 但是生前入水 是自己跳进去的 还是别人把他推进去的 还是给他服了药以后 昏迷的时候给他推到河里的 怎么样 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判断 在这个时候我一看到生前入水 我马上说他是自杀 这个结论可以这样下吗 是不可以的 我们要通过尸体解剖 要通过辅助检查 读物分析 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来确定他 是不是生前入水 如果他要是在尸体解剖以后 发现他胃内容容物和血液当中 有致死量的这个毒物 或者是有达到中毒量的毒物 他可能在昏迷的状态时候呢 把他放在水里了 丢在水里了 他会跟出现这种这种情况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要通过尸体解剖 才能判断他的真正的死因是什么 是中毒引起的死亡 还是真正的自杀 或者是生前溺水 所以在这里要详细的检查 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个案件 这是一个先生 他怎么样 老先生是悬掉死亡 这是我们一死 但这个一死 他是生前一死 还是死后悬丝 这个也要通过我们法医学的鉴定 才能确定是生前与死 还是死后的尸体被悬掉起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如果要是生前与死的话 他这个颈下面有生活反应的损伤 而且他的丝斑是在什么下垂的部位 对不对 如果死后悬丝的话 会不会有类似的改变呢 他即使颈部有损伤 他是死后而形成的 没有生活反应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讲就是怎么来确定 真正的死亡 要通过系统的尸体解剖以后 才可以确定 还有一个研究的任务 就是推断死亡时间 推断死亡时间 是我们法医学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很多学者都在研究推断死亡时间的课题 但什么叫死亡时间呢 是人死后经历的时间 即人体死亡到尸体解剖检验的这一个阶段 叫死亡时间 那我们讲 我们做一个解剖 可能是在晚上十点多钟 现场发现一具尸体 有人报案 那我们到现场以后 进行尸体解剖 通过尸体解剖以后 我们要确定一个死亡的时间 确定个死亡时间 确定死亡时间以后 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缩小侦查范围 那我们讲 他是犯后 犯后几小时以后死亡的 那我们就往前推几个小时 他在吃饭这一阶段 到底跟哪些人接触 对不对 是不是所要少了侦查范围 也对有些犯罪嫌疑人 我们可以排除犯罪嫌疑人 是不是有作案的机会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讲 对死亡时间的推断 根据什么呢 死亡时间的推断 根据死后的变化 根据胃内容物的消化 根据一些生化指标 根据我们DNA的降解 NI的降解 现在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讲的 就是死亡时间的推断 还有推断损伤时间 这个推断损伤时间 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 是指从受伤到死亡 经历的时间 那我们在这里 对损伤时间的推断 我们也认为 现在是法医 病理的难点和重点 很不容易完全解决 为什么呢 现在首先我们要确定 这个伤 是生前伤还是死后伤 刚刚我们讲了 如果要是生前伤 它是有生活反应的 死后伤是没有生活反应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确定了以后 如果要确定它是生前伤 我们要确定它生前伤 是有多几个小时 这几个小时 我们主要看什么呢 主要看通过什么呢 通过它的肉眼的形态观察 还有通过显微镜组织学的改变 最早出现的是白细胞 然后再出现成前伤维细胞 还有吞噬细胞 一点点按照它出现的迅速 来进行确定死亡时间 所以死亡时间的推断 给侦查案件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五个研究的方法 就是推断和认定 自伤物 什么叫自伤物 我可以讲我的台子上 这些东西 都可以作为自伤物 那我讲这是一个钟 如果这是一个铁的话 就是个钟 它是自伤物吧 我用这个拐角去打击人的脸面 或打击身体 是不是会导致一个裂伤啊 三角形的一个裂伤 会出现这样一个改变 如果我这个眼镜壳 它是个铁的 我用这个边缘去打击的话 是不是会导致一个条形的裂伤 错裂伤 皮肤会错裂 是这样的 如果用这边打击呢 它也是一个弧形的 可以会出现一个弧形的 一个错裂伤 所以我们讲 它是什么呢 根据损伤 在身体形成的形态特征 结合现场 对自伤物的类型 大小质量 及作用面形状 进行推断的过程 分析推断的过程 这就是自伤物的推断 所以自伤物呢 我们讲同样的自伤物 一个自伤物 可以导致不同 损伤的形态 那我用拐角打 或者用边缘打 或者用平面打 它都形成不同 损伤的一个特征 但是两个不同的自伤物 可以产生相同的损伤形态 刚刚我所说的 假如这是个铁的 那我们用这个边缘打击 和用这个边缘打击 它往往会形成比较相同的一个损伤的形态特点 所以我们讲呢 自伤物的推断 主要是什么 为侦查提供线索 为审判提供证据 有助于判断死亡的方式 通过自伤物的推断 如果这个人身体上有几处伤 从几个人同时作案 对这一个人打击 但是呢 哪一打击是致命的 那这个分担的责任实必一样的 那我们就看 根据损伤的特点来确定 哪一个打击是致命性的 那这个是某个人打击的 他要承担相应比较重的责任 是这样的 所以有的时候也可以判断 死亡方式是他杀 有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 可以通过什么呢 锐气 隔颈 隔腕 这些可以的 他可以根据这些损伤的行段 判断是他杀还是自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所以推断自伤物 也是我们 就是法医病理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那下面我们看看 这是一个腐背 对不对 这个打击在哪里呢 打击在额部 这个是什么呢 那个腐背 凭打击下去以后 这个腐背是毛毛臭臭的 结果形成一个什么呢 表皮剥脱和皮下的一个挫伤 形成相应 跟它四方形 跟它形成相应的一个改变 对不对 这个 通过这个 这样的一个损伤以后 我们可反推它的自伤物 是什么 就是这样子的 那下面我们再看 这是一个圆的 一个锤子 结果打击以后 导致颅骨 穿孔性的骨折 它也是一个圆形的 跟它的形状是很相像的 那我们看 这是一个自伤物 是一块砖 这个砖 拿这个砖的边缘部位 砍击而形成的头面部 剥脱桑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长条形的 就是剥脱 而且在这个剥脱桑里 可以看到 这个砖层的碎销 这个我们就可以推断 它的自伤物 是什么而产生的 这是一个 在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章 这个是一个菜刀 对不对 这个菜刀 它是个锐气 这个锐气 砍击以后 形成一个 这样的 竖条和横条 这个怎么会出现呢 它是一个砍仓 它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砍下去以后 它这么一砍 结果它这么一朵 这个刀再一下 所以成了两下 砍成了一个T字形的 这样一个改变 这个就是通过 我们损伤的形态 反推自伤物 有的到现场以后 可以看到自伤物 有的到现场 是看不到自伤物的 看不到自伤物 我们就根据损伤的形态 来推自伤物 是这样子 下面我们还要研究的内容是 损伤与疾病 所以在鉴定的时候 对一具尸体 我们一定要判断 损伤与疾病 有无关系 那我们在做个 尸体解剖的时候 发现它有很多的损伤 但是它也有 致命性的疾病 那在这里我们要确定 到底是损伤为主 还是疾病为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损伤为因 疾病为果 还是疾病为因 损伤为果 那我在这里 举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民工 在五楼 这个脚手架上 在施工 在施工的过程当中 他突然掉下来 严重的颅脑损伤而死亡 那这个时候 通过尸体解剖以后 我们发现它 冠状动脉 周样硬化 四脊 心脏广泛的浅为八亨 还有新鲜的梗塞 所以这个人呢 他是心肌 原来就有 沉浸性的心肌梗塞 再加上新鲜的 心肌梗塞以后 突然的发作以后呢 一死障碍 结果摔下来以后呢 导致严重的颅脑损伤 实际这个呢 就是疾病是因 对不对啊 损伤是果 是这样子的 那也有损伤是因 疾病是果 那我们讲 外伤或者是刀刺伤 导致了肠穿孔 或者胃穿孔 穿孔以后 引起广泛性的抚摸炎 对不对 到最后 感染性休克死亡 他的死亡是感染性休克 但是他真正的因是什么呢 是损伤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讲这个损伤是因 疾病是果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在损伤 遇疾病的时候呢 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来判断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下面就是一个个人识别 当遇到无名思和碎事时 继续查明死者的身源 这是要进行个人识别 在无名思的时间 他身份证没有 驾驶证没有 学生证没有 在任何证件没有的生活下 他是无名思 遇到无名思或者碎事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什么呢 要查明他的身源 这个时候要搞个人识别 在搞个人识别的时候 我们往往根据这个尸体的一些特征 他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 而且头发是什么样的颜色 长发短发 再根据他佩戴的什么的首饰 还有他身上有没有一些痕迹 像八痕 纹身 这些东西都可以作为个人识别的一些 就是形态学方面的一些发现 如果根据这个 这些东西以后 可以分析他的年龄 性别 身高 这样我们来进行个人识别 有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 我们还要需要什么呢 进行法医 人类学的东西要进行 就是如果尸体已经腐败了 我们要通过什么 法医人类学 通过牙齿 骨骼进行鉴定 甚至法医 乌症学的内容 就是定哀 序列的检测 来进行个人识别 是这样的 所以个人识别 在法医病理当中 也是经常会遇到的 医疗纠纷 法医病理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医疗纠纷 在这里呢 医疗纠纷鉴定 是法医病理的重要内容 和任务之一 现在全国各个医学院校的法医 都在接受医疗纠纷鉴定的案件 这个往往在医疗纠纷鉴定的案件 是什么呢 焦点在于 诊治过程中 是否违反诊疗 治疗常规 可能在治疗过程当中 这个人死亡了 死亡以后 家属就产生纠纷 产生纠纷以后呢 他就会举出很多的例子 说明医院在诊治过程当中 漏诊 错诊 治疗当中存在那样 这样的问题 到最后 到底有没有 要需要我们法医病理来进行解剖 通过解剖以后 我们可以讲 这个到底是在医疗上存在 是不是有违反诊疗常规的一些行为 是不是存在 在诊治过程当中存在过错 这个需要我们来进行鉴定的 纠纷不等于都是医疗事故 有可能纠纷通过 我们尸体解剖呀 全方位的了解以后 有可能就是纠纷 并不是事故 事故 一定要他这个诊疗 违反常规导致的后果 跟着死亡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才能确定事故 是这样子 再有其他 还有其他的一些尸体 就是损伤与中毒 这个人又有损伤 又有中毒 在这个时候是损伤为主 还是中毒为主 这个要 疾病与中毒 他又有疾病又有中毒 是不是投毒 达到他是慢性投毒 还是急性投毒 是达到中毒量 还是达到致死量 跟损伤和疾病之间的关系 这个我们要 还有要鉴定 尸体是否被移动 如果尸体被移动以后 我们根据怎么来分辨 尸体移动没有移动呢 根据 死后的一些改变 死后的尸体现象 来确定尸体是否被移动 再一个 我们还有对灾难性 事故的尸体 也要进行解剖 就刚刚我讲了 一些灾难性意外的 还有像过炉爆炸 还有地震 这些尸体 我们要进行解剖 所以我们法医 病理学 所研究的 这个内容 主要是这几方面 这几方面 法医病理学 每一位老师 都应该 工作者都应该很熟练的掌握 或者甚至有比较 高深的知识 才可以完成 这些任务 再就是 法医工作者的工作态度 和职业道德 首先要树立良好的敬业精神 什么叫良好的敬业精神 我们法医病理工作者 所接触到的尸体 有新鲜尸体 也有腐败的尸体 腐败的尸体是非常的 臭 而且 外观非常的可怕 这个时候 你不论对新鲜的尸体 和腐败的尸体 来委托你做鉴定的时候 你可以推诿吧 是不可以的 既然你委托你 你就应该接受 鉴定 不应该 推诿 但是在做鉴定的时候 对于高度腐败的尸体 你应该在签署 这个鉴定协议的时候 要写上一句话 尸体高度腐败 有可能在鉴定过程当中 有些病变发现不了 并不是 如果你这句话不写的话 万一家属报了很大的希望 我们的报告出来以后 达不着他们的要求 他们会产生很多的看法 这个要有证据意识 什么叫证据意识 我们在做解剖的事件 在接触尸体以后 我们要怎么样 要进行解剖 所以解剖的记录 解剖的照相 对尸体的检查 还有它的案情 病死资料 这些我们都要妥善的保管 它是很有利的证据 在我们完成鉴定书之前 我们都需要很好的保护 而且在写鉴定的时间 有可能它是我们很好的依据 即使做完鉴定以后 也一直跟档案要保存下来 这是证据 要长期的保留 还有内脏器官及时固定 我们做完解剖以后 对内脏器官要及时进行固定 尤其天气热的时候 解剖做完了以后 我们不及时固定 等你想到去固定的时候 天气热这个内脏器官 已经自容或者是腐败 对我们的今后的诊断 还有鉴定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这个是要有器官及时固定 而且固定的时候 把器官一定要埋在福尔玛林的下面 不能福尔玛林量不足 可能器官固定的也不完整 再一个就是避免搞错标本 这个是很重要的 标本是不能够搞错的 张三的标本 李氏的标本 你搞错就会出现冤假错案 对不对 甚至出现一个什么呢 在自切片的过程当中 把号写错 或者是把标本搞错 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这个就是一定要有敬业精神 这是一个 这就是梳理良好的职业道德 作为一个法医工作者 职业道德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我讲主要什么呢 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 一定要保持公正公平 科学要有这样的指导思想 不受外界干扰 也不受就是各种腐败思想的侵蚀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45条规定 故意弄虚作假 鉴定 记录 翻译 意图炫害他人和隐匿罪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具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个对我们法医工作者 有个很严厉的一个规定 不能够造假 不能够说假话 所以在这里 这个职业道德 我们应该严格根据 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 进行鉴定 还有培养科学思维方法 什么叫科学思维方法呢 就是我们一个尸体解剖 完了以后 我们怎么来判断 怎么来下这个鉴定意见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首先要了解案情 而且我们不能离开形式侦查 跟侦查人员一起分析案情 现场勘查 甚至呢 尸体解剖的记录 照片 所有的病史资料 根据我们显微镜所见 根据我们的一些组织化学 各种特殊染色 到最后综合判断 综合判断来确定他的死因 或者他的自伤方式 或者他的死亡方式 必要得到科学的 要有一个科学思维的方式 到最终提供的东西 我们的鉴定文书 它是什么呢 我们要提供一个客观 真实科学的证据 我们一个鉴定文本 鉴定意见 就是一个证据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呢 所以我们一定要 要培养这个科学思维方法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第五个就介绍 检验坚定 注意问题 我们病理解剖 我们主要的对象就是尸体 所以在做病理解剖 我们要做系统全面 能不能我怀疑是脑子 我就把脑子取出来 胸腔腔不开 对不对啊 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怀疑脑子的时候 除开了脑以外 还要开胸腔和腔腔 所以系统坚持 抛开三腔 我们讲什么 颅腔腔腔腔腔腔腔 要有女童子的话 还要是什么呢 女的尸体的话 要怎么样呢 要盆腔 如果在特殊的尸体解剖的时间呢 怀疑脊髓有损伤的话 还有脊髓腔 五腔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 三腔一定要开 就是胸腔腔腔 颅腔 这一定要做 这样只有这全面的 才能把全身各脏器器官都了解到 这很重要 再用尸体检查观察要详尽 就是在检查尸体的时候 就是什么呢 肉眼检查 要仔细认真 例如电流斑 像有些他杀 他电流斑 他放在哪些地方呢 放在这个子缝 或者放在外耳道 这些电流斑 往往不大被人注意 如果我们检查 不只像电流斑 小的电流斑 还有不明显的暴力痕迹 就是无死 拿软的东西 无死这些痕迹 不大注意的话 很容易遗漏 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查 一定要详细 不要丢掉该取到的东西 尤其像臀部的注射针眼 要观察这个注射针眼的一些反应 有可能这个注射针眼 就是注射了毒物 还有判断病变要确切 这个呢 就是要求我们法医工作者 要有很强的业务能力 不要尸体解剖你都做了 这个病变你抓在手上 你不知道 一个器官你捧在手上 病变明显就在那里 你不认识它 你不认识它 你这个解剖座是白做的 所以你的病变你不能辨别出来 像冠状动脉中央硬化 你不晓得这个中央斑块 跟冠状动脉中央硬化的关系 你不认识它 心机梗死 大片的坏死 你也不认识它 在这个时候 你就很难来判断准确 所以要有很高的 就是学术能力才可以 所以在这要求 就是要有很强的学术能力 还有正确提取剪裁 什么叫正确提取剪裁呢 就是尸体解剖中 提取剪裁是很重要的 鉴定人要做到胸中有素 假如我们拿一个肝脏 尸体解剖以后 各个器官全摆在你的面前 你觉得这个人 到底是什么疾病 引起死亡的 你要把肝脏切开 皮脏切开 肺脏切开 在切开以后 你要取体卷裁以后 做实蜡切片 显微镜下观察 这个时候不是说 你随便东取一块 西取一块 不是这样子的 在肉眼观察的基础上 你在打开切面以后 你觉得哪些病变需要提取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把有些病变 应该提取的东西 你没有提取到 你显微镜下看到的 观察到的 就是没有病变的反应 你的报告结论就是有误的 所以这个剪裁的提取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脑子它也规定有多少刀取 心脏它要怎样取材 都是有规定的 肝脏怎么取材 都是有规定的 所以严格按照要求 再一个来讲 自己要有比较高深的理论技术 和业务能力 才能把这些事情做得比较好 所以我们讲呢 就是正确的提取剪裁 还有尸体检验记录要详尽 尸体解包记录是制作 鉴定书的依据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那在记录的时候 很多人他是平时到现场做解剖 画画画做完了以后 拿回来了 拿回来以后 可能有时案子比较多的时候 一天做两句三句尸体解剖 结果一做以后回来 自己的脑子记不了这么多的 没有每一个详细的记录 回来以后 你有些东西就忘记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每一粒尸体解剖 我们记录一定要详细 而且这个尸体解剖记录 它也是法律的证据 记录不能过于简单 有的人写两个字 三个字 回来以后 你再回想都回想不起来 所以一定要详细 还有排射照片要清洗 就是照片也是证据 现场勘察 尸体抛验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拍照片 多拍照片留下来 就是把有些东西固定下来 它是一个证据 甚至有的时候录像 录像也要固定下来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再一个就是认真采用辅助检查的结果 这什么叫辅助检查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在做病理解剖的时候 有的时间我们会怎么样呢 会提取心血 或者是外周血 或者是内脏器官 或者是胃内容物 送到相关的像读物分析 读物分析室 或者是有关的科室 进行检验 进行读物分析 来了以后 它给的报告 你要会看 甚至呢 它的医学资料上 可以记载它生前的一些生化指标 这些生化指标 你也应该会看 根据它死后的东西 要综合判断 所以我们讲 这个一定是要 会评价各类检验报告 对案件做出科学公正的判断 第八个 最后一个就是 鉴定意见 应科学客观正确 任何一本鉴定意见 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必须要客观公正科学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鉴定意见 应建在事实的基础上 要根据解剖 案情了解 现场勘验 再根据大家综合在一起 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科学的 鉴定意见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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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